詞曲 李宗盛 我帶來的學生 他的名字叫做宏祈 我常常在注意他 我認識汪老師已經四年多 我是覺得他跟我好像很像很雞博 人家拜託他什麼事情他什麼都很好 其實他就像一個大家長一樣 所以我們都會比較順口去叫汪媽 我們很少叫汪教授 我所做的任何事情就是學生 他的活動力跟熱情 甚至比我年輕人還有憧憬 第一眼看到你是我對你有好感 當然有好感 因為你長得很可愛 再來就是很體貼老師 老師肚子餓的時候 他知道要買東西給老師吃 讓老師吃這寶寶的 其實老師也都蠻笑嘻嘻的 像媽媽一樣 所以都很有好感 是否曾經不認同對方的做事方法 這是茶 我是有 我覺得 他做的事情 年輕人嘛 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也不認同是因為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媽有點太重 我媽常有話直說 然後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我媽的那個衝勁 不是每個人心臟受得了嗎 我是拼命傷難行人 是否曾經從別人口中聽到你的壞話 有吧 應該是 沒有 都是好的 沒有人敢在我面前講你壞話 簡單的說 好 所以我也聽不到 學校裡面流言流語 對 本來就很多 所以難免 我連自己的壞話都聽過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傳我的壞話 我就不管了 我向來不聽的是 我是否覺得愛人比被愛更難 應該不會吧 因為被愛嘛 有時候太激素了 管得太多了 就像我老婆一天到我那管那管去 他說這就是愛 被愛很難 那愛人啊 嗯 這是我想做什麼 我愛他 我就照顧他 那多好 就是很自由 很吃飯 我不知道有時候 要接受別人對我好 反而對我來說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可是對人家好 我會覺得就是很自然的自己 所以 對 我覺得愛人會比較困難 是否有把彼此當家人 有 因為我向來就把他當作家人一樣 因為我很希望他趕快成功 因為我在有深深的能夠看到你成功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一日為師 眾生為父 所以我真的把就是 我媽他們就是當家人這樣講 你教會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對 碰到事情不要生氣 慢慢來 慢慢來 冷靜 我媽教會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應該是不放棄 而且所有可能性 因為雖然我大學也是在國外學藝術 但是回來台灣覺得這個 這個市場沒有望 沒有希望 尤其知道的越多越覺得 不是一個好的環境 所以我曾經迷惘過一段時間 去做業務啊 做其他事情 可是後來也接觸到我媽才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是自不涉嫌 既然要就去衝 如果市場不是你要的 你可以自己去開創 我覺得勇氣這件事情 應該是我媽交給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說一件你最感謝對方的事 然後給彼此一個擁抱吧 我最要你感謝的就是 你跟張偉能夠好好的結婚生小孩 這是我最希望的事 其他都沒有什麼 沒有 我覺得最感謝我媽的是 我媽給我很多希望跟很多鼓勵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不可能 然後 抱抱 抱抱抱抱抱 就已經超乎老師跟學生之間的感情了 真的超越太多 其實說它怎麼樣去幫助我 不如說它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標改 其實我們在接觸企劃這個領域 那在台灣算是先鋒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們 在努力的這個企劃這個東西 是可以在世界開發結果 我媽扮演的是一個開創者 領頭養的角色 不要沒自信心 其實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步一腳步 每一個年輕人 不管是男的跟女的 都一樣要腳踏實地 做自己該做的事 真的 真的 只有這個方法 才會有幾點 ceremon篇 請問一下 多做你們 hacer比較好 谢谢观看